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玉子很是认真地说道 我也是 我们都要好好的 玉子抿了名嘴点头说道 云姨最后一次放纵自己 不顾一切张开双臂抱了抱玉子 这是她此生的挚爱 她想记住这一刻的温暖 来弥补余生没有她的时刻 好好的 你永远在我心里 不管我在哪里 玉子知道云姨的不舍 轻轻地在她耳旁安慰道 嗯 云姨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我回去了 族里还有好多的事情 再不回去 长老们又该念叨我了 玉子有些无奈地说大 好 我也该去下一站了走走了 你先走 我看着你 云姨提出了最后的请求 好 玉子头也不回得腾云而去 湿润的眼角 她仍然感激 让她遇见了她 有爱在心底足矣 云姨仰望着玉子离去的那片云彩 直到消失在了视线的尽头 收拾好心情 去桃林接了明夕 带着她 做个伴 继续他们的云又去了 估计再回来 便是小九的大婚了吧 太成功内 东华请殿中 窝榻上 小凤九拿着寒山真人给予的同心结 反反复复地看着 不知道多少遍了 也不知道问了东华多少次是真的吗 我们真的可以在一起了吗 我们入了姻缘部了 好像故事一遍跌宕起伏的情节 一下子柳暗花明了 我原以为 老天对我白凤九何其残忍 让我爱上了你 却不给我缘分 如今看来 倒也不薄 因为你也爱我 我也知足了 凤九摸缩着掌中的同心结 自说自话 九儿 你不是在做梦 这一切真真实实 我答应你的 我说过的话都会一一兑现 凤九坐直了身子 看着东华 表情严肃了起来 东华 我要你答应我 以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瞒我 要做什么 我们一起做 好吗 好 我答应你 东华 你真好 这变脸果然很快 立马转换的笑脸 抱上了东华腰 撒娇到 以后你都不会是一个人 有我在 我会一直陪着你 会疼你爱你 好 东华回应了凤九的这个撒娇拥抱 哎呀 不对 今日这动静着实不小 我怕我爹以人知晓 完了完了 我爹知道了 肯定又要说我胡闹 要打死我了 凤九突然惊起 一脸恐慌 怕什么 如今三生十之事已了 我们也已登记在侧 你爹就算知道了 又能如何 有我在 他不会也不敢打你 可是 我爹本来就不同意我喜欢你 凤九略带委屈道 那你还不是照样喜欢我了 何况你也不像是个 会听你电话的人啊 东华敲了敲凤九的额头 笑着说道 也对哦 嘿嘿 反正已经这样了 你注定是我白凤九的王夫了 他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况且还有爷爷奶奶呢 凤九底气足了些 会有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 九儿 东华用手微微抬起凤九的下颌 满是深情的喊道 凤九略微张开的嘴唇 东华凤九温柔回应 迷离的双眸 飞红的面颊 亲人心脾的白檀香 如痴如醉的气氛中 东华凤九四目相对 一口同声说的 我爱你催生了情动 一满整间屋子 东华抱起凤九 瞬间转移至床榻上 挥手一个仙杖 此刻是属于他们二人的 不想被任何人打扰 东华半压在凤九的身上 看着身下的可人儿 羞红了的脸 如同樱桃般诱人 额间的那抹鲜红 散发出迷人的芬芳 急促的呼吸 温热的气息 让这个塑了三十几万年的老神仙 失去了理智 此刻 他只想要他 当初说过的最宝贵的 要在新婚之夜的话 都抛在了脑后 九儿 我爱你 我想要你 一句话说完 附上了凤九的唇 攫取他的芳香 贪婪的蛇 撬开背齿 相互交缠 不安分的双手 游走在身下人儿 每一寸肌肤上 做神仙的就是好 一个绝 所有的衣物均已退去 一副完美曼妙的动体 奉九下意识地腾出双手 折掩住胸前的柔软 将头埋进东华的胸口 闭上双眼 娇嗔一声东华 我的九儿 是害羞了吗 你已是我的妻 怕什么 说完 又是一阵重重地吻 从额头到嘴到脖梗 一点一点 一寸一寸 慢慢地刻上东华的印记 东华又回到原点 轻轻含着女孩的耳垂 慢慢轻摸 温热的气息传入凤九的耳阔 这是他的九儿最敏感的地方 瞬间松麻一声 身下的人儿不由自主地轻轻颤抖 凤九轻哼了一声 东华感应到凤九的反应 就像是收到了鼓励一样 温暖湿软的唇 又一次在凤九身上蔓延开来 热烈地吻 吃肉而深情 留下淡淡的粉红 此时的凤九已经满面潮红 素养难耐 东华用宽厚的手掌 抚摸着凤九光洁的身体 像是抚摸这一副价值连成的古董 那样的小心翼翼 手不自觉地探入那片渴望已久的森林 不曾想 早已一汪春水 东华爱怜地看着九儿 很是郑重地说了一句九儿 你睁开眼看看我 我是东华 你的东华 凤九略带羞涩 紧闭地双眼这才露了半条缝 温柔地回了一声 我知道我珠备好了 我要成为你的女人 说完 双手缠上东华的尖头 主动吻了上去 东华回应着凤九的吻 挤进了凤九的身体 第一次凤九闷哼一声 疼得撕心裂肺 一朵鲜红的花朵坐落在了身下 红的那样的耀眼 两具完美的铜体 紧紧贴合在一起 彻彻底底的肌肤相亲 轻喘交迎 东华一直持续着身下的动作 直到两个人都到达了 那从未攀登的云端 才舍得停下 但却没有离开 而是紧紧相拥 原来这就是爱的极致 妙不可言 许久 锦背里 东华才舍得离开身下的人儿 紧紧地抱在怀里 凤九不言一语 这一刻的她 只想安静地感受她的男人带给她的温度 可是总有支不安分的手 在胡乱地摸来摸去 凤九忍不住笑出了声 好痒 东华 你太坏了 哦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看来我是太怜香惜玉了 我的九儿居然还有心思评论我的好坏 还未等凤九回应 东华又一轮进攻拉开了序幕 这一夜 春宵照暖 缠绵浅犬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不知道才刚刚入睡多久 马日新军开工了 可凤九却是累积了 罪魁祸首便是东华了 索性就赖在东华的怀里不肯起来 东华无奈 也只能继续陪着她的小狐狸赖在床上了 这边的鸳鸯双宿双飞 那边的少婉行丹饮支 赖在了哲言的十里桃林 别人喝酒是品的 她喝酒都是整坛整坛往多利罐 人哲言怎么劝说都不停 哲言无奈 白真看着少婉 自己来了九重天 若这世上还有人能够劝得住少婉的 就只有东华帝君了 小仙见过哲言上神 私命恭敬道 你去禀告你家帝君 我找他有急事 哲言也不客套了 直奔主题 这个 帝君他老人家还未起床 上神可能要稍等片刻了 私命有些为难的苦笑着 什么还未起床 这可不像他的作风啊 你去禀报 初老师 我担着 哲言不仅为了自己的成年佳酿 也是担心少婉 帝君和帝后 这 小仙去打扰怕是有些不好吧 私命可不敢去惹这茶 帝后 莫非是 哲言若有所思 正如上神所料 如今恒在二人之间的左爱已经解决 这接下来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 私命最爱的八卦如今正愁没人说呢 那我那里还等着救命呢 你赶紧去 你家帝后不会见死不救的 放心 私命无奈 只能冒着下凡历劫的风险 去敲了他家主子卧房的门 没想到被仙丈给弹了出去 东华感应到有人触碰到了仙丈 怀里的小人还未醒 只能用法术给二人整理好衣物 帝君 那个哲言上神有事求见 私命提着脑袋冒着冷汗 说道 知道了 你先去正殿等候 本君即刻就到 东华想来哲言肯定有事 不然不会这么早就来 久儿 哲言来了 你可要见见 东华低头冲怀里的人儿温柔地问道 嗯 久儿要睡觉 不见不见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小雨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雨的话 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小雨哦 我们下期见